我让他汇报领导 他打电话跟领导说我带的是宠物 我强调是导盲犬 但他跟领导说是盲犬 合着我带着条虾狗 我们帮北京的朋友到三亚 国际海旅免税乘买东西 本以为领导来了我们就能进了 没想到领导来了 非说党盲犬是宠物 都知道是党盲犬 就你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们生产的话 而且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住宿在产 国家有法律党盲犬准入 你不能违法 人家出色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吧 我们是这样的 你报警 要不你报警 要不然我爱上哪上的 你不能干涉我自由 2月13号下午5点到6点之间 导盲犬领着 我是全盲 我爱人是半盲 然后打车到了这个三亚 海旅免税城买东西 然后当时保安说 这个是宠物不让进 后来领导来了 没想到领导看了 我和导盲犬以后说 那个宠物不能入内 会吓到老人和孩子 我们一家三口 就是靠导盲犬生活 就是导盲犬领着我 我领着我爱人 我不是逛 而我是明确买 买东西完了就走 这样的话 也就耽误他们十分钟 把盲人当成顾客的话 那他派一个工作人员 跟我们十分钟 其实也是很简单 本来就看不见 再让人质疑 真的很伤心 顾客都为导盲犬说话 领导口口声声说 导盲犬是宠物 我们是有让他随便进店的 并没有不让进 最后结果我们现在 也并未得知 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导盲犬出示 相关正正的话 都是可以随盲人一起进店的 导盲犬按法律带着标志 我手里拿着证件 国际免税城的领导 难道就可以违法吗 衷心感谢顾客们 为导盲犬说话 让我们一起呼吁 导盲犬畅行